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来到了 金沙江畔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 这个小村落应该是要么是纳西族 要么是帝宿族或者是藏族的一个村寨 我们看到这个村寨里边还是挺考究的 你看看这栋楼 看上去还挺有我们路上经常看到的纳西族的风格 然后你看这边的舌头 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石狮子 不过这石狮子好像嘴巴有一点问题了 嘴巴也烂掉了 有点像郭文贵的嘴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 你看他们这些村民出去的时候 你看他连钥匙都放着了 你看这个锁是可以随便拿下来的 这里面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们不能冒昧地去打扰别人 所以我们还把这个锁呢 把它放了上 因为我们语言不通嘛 也不要弄弄弄弄出什么意外出来 是吧 我再说现在警方我的人又多 别这么串到这边来作案了 是吧 好 我们再接着往前走两波 其实在这种交通比较必塞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是退了修之后来到这里 其实也是挺好的 因为你看他的电力供应 看来还是比较的齐全 而且你看小村小寨 然后有个小院 是吧 种点什么东西 然后你再感叹一下人生 比如说再指点一下江山 再胸怀一下全球 这多好的事情啊 保不准这样弄弄 六月四还真建国了 嗯 我们再接着往这边走啊 大家看看 这个院子还挺有意思 这个院子里面没有人 没有人住 但是呢 它这个形状啊 还真的是有一点特色 但是我帮秘杰 它的一个墙体啊 好像看上去 这不是特别的考究 你看这里的墙 都是用的那种 他们土做的那种砖做的啊 没有那种 不过比那个泥墙可能更好一些 不过你看这一家啊 这家估计这样子 我分析啊 这个不一定对啊 这个泥墙 你看它的那个门啊 它是这个水泥加这个就是 呃 应该说是那种铝合金的那种门 就说明这家可能发了 因为造房子的时候没发 肯定是 你看你一墙嘛 后来就发了 你看弄了一个棚 那个棚还是挺现代化的棚 搞不准呢 是这个村的村长也说不定 啊 村长后来腐败了嘛 后来门是关着的 后来腐败了以后就逮起来了 对不对 开玩笑了 是吧 赶紧撤退 否则的话 给村长跑过来 把我们扭动到单币派出所去了 啊好 那个各位观众今天呢 就跟大家简单就聊到这里啊 呃 感谢村民帮我 哈哈哈 现场拍摄啊 呃 谢谢谢谢 好再见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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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